为什么皇帝身边养奸臣 老板身边养小人 你想不明白这句话 你永远不可能当老板 乾隆当政 全国饥荒 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 朝廷赈灾施粥 救济灾民 你知道和珅有多缺德吗 他在赈灾的粥里掺沙子 事情暴露以后 满朝文武骂声一片 但万千灾民 却对和珅感恩戴德 为什么 因为和珅说了一句话 能喝下这碗 掺有沙子粥的人 才是真灾民 因为灾民要的是保命 而不是享受 衰晚离开的那群人 全是烂鱼冲树 抢灾民饭吃的人 没有雷霆手段 你和我谈什么苦涩心肠 心机不是害人的戾气 是防人的手段 和用人的智慧 这本诉书 教的全是手段和方法 它是一本拿不上台面的书 由于太过于真实和残酷 所以在近千年时间 被列为禁术 不让老百姓去读 而那些为官从商的人 却在读 他教你用反面思维 去思考事故 快速找到捷径 用手段打到务力 他不同于传统的国学 讲道不讲述 他更追求结果 讲究变痛 对于我们这些 过惯了安稳日子的老百姓来说 读一读这千年前的阴谋文学 可以让你在菩萨心肠的同时 有一些金刚手段来保护自己 俗话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行走江湖 居之必备诉书